哦 耶 你好皮皮 你好奥利 现在你找到你的篮球了吗奥利 别担心朋友们 如果继续清理房间的话 我们一定能找到它的 这里有托布 一桶热水和肥皂 我们已经准备好清理厨房了 干得漂亮伙计们 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些别的 来把这个屋子清理掉 哈哈 看来皮皮有一个好主意 皮皮 那些脏盘子可不会帮你清理地板 原来是这样 脏盘子后面还藏着一些东西 你能猜一下 那是什么吗 哦 皮皮 你最好把它丢掉 嘿 那是木婶的大黄鸭 它一直在找它 我很好奇 那是什么 你能猜一猜吗 哦 哦 我知道了 那是块海绵 这是一个完美的清理地上污渍的工具 哇 你的地板现在看起来非常闪亮 皮皮 奥利甚至可以看到自己的反光 哇 等一等 皮皮 你还有脏盘子没有洗呢 上一次我们介绍了新型冠状病毒是怎么入境人体的 但是脱脱 你知道新型冠状病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吗 哦 不知道 科学家们发现 新型冠状病毒与许多其他病毒一样 都是来源于野生动物 啊 野生动物 没错 野生动物只独立生活在野外的动物 很多可怕的病毒家族往往生存在蝙蝠等动物身上 你知道以下哪种动物是野生动物吗 A 木舌的鸡 B 小鸣的狗 C 小红的猫 B 蛇 蛇 回答正确 木舌的鸡 小鸣的狗 小红的猫 都是家养动物 只有蛇 是野生动物 在所有动物当中 蝙蝠是许多病毒的源头 它们生活在世界各地 白天 喜欢休息 晚上才会出来觅食 蝙蝠 喜欢成群地生活在阴暗潮湿的洞穴里 所以 一旦有一只蝙蝠感染了病毒 很快 更多的蝙蝠就会被感染 科学家们 在已知种类的蝙蝠身体中 发现了4100种病毒 最多的一种蝙蝠身上 就携带了130种病毒 可是尽管如此 蝙蝠依然可以健康地生活 为什么 蝙蝠身上虽然有许多病毒 但是这些病毒并不会伤害到它们 因为蝙蝠的体温很高 一般会保值在40度左右 相当于不断地发着高烧 这种高温可以杀死病毒 抑制病毒的复制 哇哦 你知道 人类正常的口腔体温 应该是多少吗 A 27到30摄氏度 B 36到37摄氏度 C 40到42摄氏度 B 没错 人类的正常温度 在37度左右 更神奇的是 蝙蝠经过千百年的进化 奇迹般地拥有了 DNA修复能力 所以蝙蝠很少会生病 大部分病毒 对它们根本造成不了伤害 好厉害 虽然蝙蝠的免疫系统非常强大 可以让它们百毒不清 但这也让蝙蝠 变成了一个天然的病毒库 因为蝙蝠会飞行 传播病菌的能力 也要比一般的动物强很多 可是这并不是蝙蝠的错 它们生活在山洞里 很少有机会和人接触 但是有一些贪心的人类 却把它们当作食材 捕杀蝙蝠 我们知道 例如高温杀死病毒的特异功能 只有蝙蝠身上才会有 人类是没有这种特异功能的 如果我们长时间 处于高温40摄氏度的状态 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 包括大脑 心脏等 都会受到损害 所以如果我们去捕杀蝙蝠 或者食用蝙蝠 蝙蝠身上的病毒 就会钻进我们的体内 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 不吃蝙蝠 不吃蝙蝠 嗯 兔兔你真棒 不只是蝙蝠 其他野生小动物也是我们的小伙伴 我们应该保护它们 跟它们和平相处 猎蝠小动物 不仅会对人类自己造成伤害 也会让很多动物面临冰威 冰威 冰威动物就是指那些 快要被灭绝的动物 比如因为人类大量捕捉的 中华穿山甲 现在已经非常稀少了 如果我们依然继续伤害它们 那么最后一只中华穿山甲 也会从地球上消失的 不要 不要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小朋友 保护野生动物 我们人人有责 不拖 上一次 我们一起学习了关于 新型冠状病毒的知识 我们知道想要预防病毒感染 我们应该勤洗手 戴口罩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病毒 会让我们生病吗 为什么病毒不能跟我们 和平相处呢 不知道 这一次我们要一起来 详细地认识一下病毒 它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想要知道病毒的目的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自己的身体 人类是有很多很多个细胞组成的 细胞 比如说我们有一块大拼图 它是有很多块小拼图拼起来组成的 我们的身体就好比这一块大拼图 而细胞就是组成我们的小拼图 哪有细胞 我们用眼睛是无法直接看见细胞的 因为它们非常非常小 我们需要用显微镜 把它们放大很多很多倍 才能够看见 我们的细胞就像一个糖果工厂 生活中的糖果工厂 会为我们制造各种好吃的糖果 而细胞则会为我们人类的活动提供物质和能量 在细胞工厂里有个办公室 叫细胞核 里面坐着厂长DNA 他是这个工厂的老大 可是厂长很忙碌 他不能随便进出办公室 所以他有个帮手替他跑腿 帮手的名字就叫RNA 他的工作就是把厂长的指令 告诉每一个工厂的工作人员 细胞成长DNA 帮手RNA 没错 而新型冠状病毒里 住着一个有阴谋的RNA 什么阴谋 他也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工厂 不过这个工厂不是为了生产能量 而是为了生产一支病毒军队 可是他没有自己的工厂 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 来钻进别人的细胞 抢夺别人的工厂 有一天他躲进了飞沫里 成功地进入了人的体内 可是人体的细胞也不是谁都让进的 必须得有钥匙才能进入细胞 嘿嘿 病毒进不去 托托 你可别小看新型冠状病毒 他们非常的狡猾哦 小朋友 你还记得新型冠状病毒 长的是什么样子的吗 A 像植物 B 像帽子 C 像王冠 C 像王冠 D 像蝌蚪 像王冠 D 像蝌蚪 像王冠 像王冠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它们可以变成钥匙 打开了人体细胞表面的锁 进入细胞之后 新型冠状病毒 就会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它绑架了长长DNA 霸占了本来为人类 提供营养的细胞来复制自己 于是许多的病毒都被复制了出来 同时 人体内的免疫大军 意识到有病毒入侵细胞了 它们迅速赶来战地 消灭被病毒霸占的细胞 在这个过程中 人体血液会流动得更快 因为免疫大军 会通过血液 赶到被病毒感染的人体部位 因此人们会开始咳嗽和发烧 新型冠状病毒 有一个特别的爱好 就是它更爱待在人体的肺部 所以当免疫大军 和病毒发生激烈斗争的时候 还会引起肺炎 原来是这样 其实啊 除了新型冠状病毒以外 人类还遭遇过很多病毒的袭击 比如说天花 这是最古老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 感染上天花的人 会全身长满痘痘 并在脸上留下许多疤痕 好可怕 幸运的是 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感染天花的病人了 早在两百年前 英国科学家 爱德华·詹纳 就发明了 预防天花病毒的疫苗 成功彻底地消灭了病毒 太大了 所以啊 遇到疾病 我们需要相信科学 相信白衣天使 一定会成功地消灭病毒 你好皮皮 你好奥利 哦 怎么了皮皮 你不想继续清理房间了吗 可是 你现在还不能退出 你们还没有找到奥利的篮球呢 别担心皮皮 我知道怎么让它变得好玩 音乐 那么 朋友们 一起来吧 哈哈 我们一起跟你们 我们一起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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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在雅上 我们一起研磨 Let's do it! Let's make a start number two Washing the floor Step out the door Clearing and cleaning some more Let's play! Make it a game Dancing and play Finding the things that we thought we'd lost Putting away What a great day! We've really tried High five! We're almost there Job done! Sneating and dust all gone Feeling proud Sing out loud Clearing and cleaning is fun Clear it! Clean it! Have fun! Wow! 你們所有的努力都很值得 奧莉,很遗憾沒能找到你的籃球 別擔心 我們一定還有機會找到它 你看奧莉,我說什麼來著 你的籃球不在皮皮的家裡 它一直就在你自己的車裡 你好奧莉,你找到你的籃球了嗎? 別擔心 如果你和皮皮一直清理下去的話 我很確定它會很快出現的 我的天啊 皮皮 那真是一個巨大的垃圾袋啊 小心 皮皮,你還好嗎? 你最好在這些垃圾被風吹走之前把它們捡起來 噢莉,那是什麼? 好好看啊 那裡展示了如何回收垃圾 太棒了 紙類要放進藍色的垃圾桶 塑料要放進黃色的垃圾桶 玻璃製品要放進綠色的垃圾桶 嗨皮皮,讓我們來玩一個新遊戲吧 讓我們一起分辨你的這些垃圾 應該扔到哪個垃圾桶裡吧 小朋友們,你能幫助皮皮找到正確的垃圾桶嗎? 一張舊報紙 好的,讓我看看 紙類垃圾應該被扔到哪個垃圾桶呢? 正確,紙類垃圾應該扔到藍色的垃圾桶裡 我們來看看,這個瓶子是用什麼做成的? 是塑料還是玻璃? 哈哈,這一定是用塑料做的 那麼,塑料應該放進哪個垃圾桶呢? 是的,沒錯 塑料應該放進黃色的垃圾桶 小心點了,皮皮 你可不想亂碰這些碎掉的玻璃 它們可是非常鋒利的 那麼,玻璃應該被放進哪個垃圾桶? 正確,是綠色的 玻璃應該放進綠色的垃圾桶 現在所有的垃圾都放進了正確的垃圾桶裡 做得很好 出去玩,出去玩 啊,圖圖,現在可是非常時期 大家都應該待在家裡 盡量不要出門 你看,路上是不是人很少呢? 啊,為什麼呀? 人們正在和新型冠狀病毒做激烈的抗爭呢 新型冠狀病毒? 沒錯,這還要從很久很久之前說起 從前,有一個邪惡的病毒家族 這個家族的成員長得像皇冠,所以得名冠狀病毒 冠狀病毒家族非常強大 靈活又狡猾 他們可以戴上各種面具,偽裝自己 來傷害動物和人類 啊,好可怕 最近,冠狀病毒忙著變異 他們本來長期生活在野生動物身上 然而,這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野心 他們希望繼續擴大自己的家族 於是便已成了新型冠狀病毒 不知情的人接觸了這些有病毒的野生生物 病毒就趁機進入了人的體內 啊! 當新型冠狀病毒進入體內後 病毒家族會花2到14天左右的時間 來觀察新的環境 我們也稱這段時間為前夫妻 處於前夫妻的人可能並沒有任何生病的感覺 同時,人體內的免疫大軍發現了入侵者 當任何惡意外來人員進入體內之後 免疫大軍便會不惜一切代價來保護人類 使他們恢復健康 因此,病毒家族和免疫大軍展開了一場大戰 但是,新型冠狀病毒太強大了 作戰過程中,人體可能會出現發熱 乏力 咳嗽 呼吸困難等症狀 所以,當身體出現這些症狀的時候 應該及時去往醫院 尋求醫生的幫助 請醫護人員協同免疫大軍 一起和新型冠狀病毒作戰 嗯嗯 不過,新型冠狀病毒最狡猾的一點 就是它的傳染性比普通冠狀病毒強得多 傳染性 新型冠狀病毒最主要的傳染方式 是飛沫經呼吸道傳播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唾沫 在我們說話 打噴嚏、咳嗽的時候 都會噴出口水 而病毒就會趁機通過唾沫 來入侵更多人的體內 讓更多的人生病 它還可以通過和攜帶病毒的人密切接觸而傳播 既然如此 圖圖你知道 我們應該使用什麼工具 來避免病毒的傳播嗎 A 帽子 B 襪子 C 口罩 D 塑料袋 是口罩 D 塑料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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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知道 此刻狡猾的新型冠狀病毒 正躲在哪裡 它可能 藏在我們平時愛玩的滑梯上 公交車座位上 甚至是門的把手上 所以如果有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出門的話 我們應該 1.出门之前戴上口罩和手套 2.出门之后不要揉眼睛 不要触碰嘴巴和鼻子 也不要摸口罩的外面 3.回到家后立即认真洗手 手最容易直接接触病毒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肥皂 或者带有酒精的洗手液 把小手洗得干干净净的 尽量远离人群 远离人群就是远离病毒 不要出门了 拖拖你真棒 小朋友在特殊的时期 我们一定要多吃水果蔬菜 注意休息 这样才能壮大我们的免疫系统 遇到了病毒也不要惊慌 爸爸妈妈和白衣天使们 会帮助你赶走病毒 恢复健康 虽然这个新年不能出门了 但是琼琼博士相信你 一定可以在家里保护自己 保护爸爸妈妈 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嗯 加油 你好 琼琼 你找到奥利的篮球了吗 嗯 你检查柜子了吗 呃 琼琼 我认为是时候洗一下脏衣服了 没错 奥利 我们不能把所有脏衣服都放在一块 我们需要把白色的 彩色的和深色的分开 也许你可以一起帮助琼琼 把这些衣服分好嘞 白色的衣服要放到左边的篮子里 彩色的衣服要放到中间的篮子里 深色的衣服要放到右边的篮子里 那件衬衫是白色的 深色的 还是彩色的 看了 看了 正确 那是彩色的 那么琼琼应该把它放到哪个篮子里呢 要放到中间的篮子里 得分 耶 这件要放到哪里呢 要放到深色的篮子里 投进右边的篮子里 琼琼 等等 琼琼 你检查口袋了吗 得分 袜子应该放到哪里呢 要放到白色的那堆里 瞄准左边的篮子 琼琼 太棒了 现在我们一起去洗衣服吧 打起精神来 琼琼 在衣服晾干之前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 需要清理干净呢 以及你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找到奥利的篮球 嗨 奥利 今天海滩上的大家都好吗 太棒了 嘿 快瞧这是谁来了 原来是胡帕 哇 它带了好多东西 走路小心点 胡帕 奥利要来帮忙了 今天是胡帕第一次来海滩 看起来它需要奥利的一些建议 让我们来看看奥利都有哪些建议 第一条 注意防晒 第二条 如果你是个游泳新手 一定要穿救生衣 第三条 只在沿岸的旗帜之间游泳 不要远离其极 不要远离其极 哇 胡帕 看起来你已经准备好迎接开心的一天了 胡帕 胡帕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想起来了吗 奥利的建议 不好 胡帕已经忘了奥利的安全建议了 你能帮它想起来吗 再来复习一遍所有的建议 好 第一条 注意防晒 第二条 如果你是个游泳新手 一定要穿救生衣 最后是第三条 只在沿岸的旗帜之间游泳 耶 现在胡帕已经知道所有的安全建议了 搜索熊猫博士 开启你的创造力吧 小车 对不对 抱歉 玩了 玩了 玩了